你好,我是董振冬 在这边呢,示范热力图超人软体呢 它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它可以呢,记录下来 你的访客来到你的网站之后 他们究竟呢,看了你的这个商品的说明页 看了几%之后 然后才逐渐放弃 OK,所以你可以首先注意的到呢 我一进来这个页面呢 这边是写100% 换句话说,一进来的时候 这一个开头的页面 当然是100%的人都看到 可是呢,当你开始往下卷动 你会发现,马上到这里呢 突然就掉到64%、60几% 甚至到这里呢 这一个,就是这一则报导呢 你这样看完的人呢 只剩下48% 那这样子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警示 就是说,我原本想说 在我的产品的介绍一开头放上一个媒体报导 可能呢,会对读者呢 对我的专业度 会有更多的信心或认同 结果没想到啊 他们一看到我的报导啊 因为这个报导跟我的这个产品呢 是不相干的 所以呢,他们看完的人啊 竟然马上少了一半 换句话说呢 这就是提醒我呢 那这一篇文案呢 如果要做修正的话 那我应该呢 优先先把这一则报导拿掉 然后呢,其他的地方保留看看 然后再重新呢 收集访客的资料 然后再重新呢,制作呢 这张这个立图 然后让我知道呢 现在是不是访客呢 能够从头到尾看到底的这个比例呢 是不是有更高了 因为呢 如果你的访客啊 一路读下去 还没有读到你的商品的重点 甚至你最下面才摆付款的按钮 那当然他就不可能会购买 那我们这个热力图超人呢 他会随着这个比例呢 你看他会转换颜色 像这边一开头你可以看到他是绿色的 然后接下来是黄色的 就比较少人看 然后接下来是有点 淡黄色 就越少人看 这边到这边就40% 再往下灰色的这边就是低于40%一下 然后他会主变 你看这个偏蓝色呢 就低到20几%了 他会这样子呢 不断的换颜色 然后提醒你呢 就是在不同阶段呢 有多少人在观看你的这个文案 这样子一个工具呢 是你不可能用传统的任何呢 比如说网页分析或Google分析这一类的软体做到的 基本上呢他们没有这么方便的功能 但是呢你却可以透过热力图超人呢 很轻易的呢 去判断呢 你写的这个文案 到底是写给你自己看 或者是你自我感觉良好 你觉得这个成交力道应该会很强 就是重点其实不是在于说 你写完这个文案之后 就没有你的事了 事实上呢 这个文案本身的优化 必须由访客来决定 访客来决定他看 他喜欢看你什么内容 不喜欢看你什么内容 所以呢 当我呢发现 哦原来访客 有一半的人在看完我这个报导 就看不下去了 那呢这时候呢 我就应该要 把这个的报导拿掉 因为他们用他们实际的行动 来向我证明呢 他们对我这一则报导 没有兴趣 那我希望呢 你透过这一则影片呢 你会更了解 这个热力图的使用 OK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